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灰達一間醫院發生炸彈爆炸 最少 60 人死亡, 160 人受傷 泰國在白玉差號舉行的全民公投初步結果顯示 軍方推出的新憲法受到強力支持 邀門內戰進入第五百日 當地繼續面臨人道主義危機 1,400 萬人面臨糧食頂血 英國鐵路工人開始為期五日抗議 他們抗議當局減少鐵路速度員在安全上工作 工人抗議影響到今週的鐵路班次 日本天皇名人罕見地在電視路面 表示身體狀況有可能影響到履行國家的職責 但他並沒有明確直接提出退位 天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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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皇